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们俩合情伙来一块儿骗我 你们俩就喝一杯就完事了 自罚三杯 这么大的事要告诉我了 你不得露馅了 绝对不能够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是咱们仓库出了名的首口物品 我还真不信 说实话 就你这心理素质 肯定是表情夸张 动作浮夸 一眼就要让人看出来了 那我呢 我也不知道你信任吗 我也不知道你信任吗 小林 其实这些 你不用解释啊 我知道 你不跟我们大家说 是希望这个故事编得更加好 让你的计划不受怀疑的这样进行下去 我就回头想啊 我和杨自去找李同飞 是不是也变成了你计划中 不可或缺的一步伐 恭喜你 于彭月 你成功了 我们现在所有人的反应 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我们都只是你的一个棋子 对吧 好 小语 你不会回来吧 李同飞 对不起啊 好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么难听的话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没关系 其实我 其实我 有一句话我说的是真心的 那就是 我不愿意面对那些 我永远都看不透的人 包括你 李同飞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好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 陆宇 来 陆宇 来 完了完了完了 这边还真反过去了 当初就不该瞒着他 追追 对 要不你追出去看看吧 现在追着你还来得起 不用 小语的性格我了解 他这个时候重在起头上呢 真没事 再说还有 紫禅和泰真陪着呢 没事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来 行了 你也别成为苦脸了 虽然小语生着气 但大家都能看出来 他心里还是放不下意 爱之真 则之切 对了 差点忘了跟你说了 上次小语已经明确地拒绝我了 不仅仅如此 虽然有点儿不甘心吧 但是我知道 那个人是他真实的想法 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了 我在你这儿啊 真是 输了江山 又输了美人 来 祝福你们 真心的 也只有你 能让小语更快乐 所以 要爱江山 更爱美人 来 哈喽 大家好 那马上就要是七夕情人节了 在这里呢 菲菲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祝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捐属 我现在呀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你们想问一下她的 你们干吗那么关心她呀 人家说不定现在早都罢了忘了呢 我当然是祝福她了呀 我希望她很幸福 但是呢既然已经都是过去的事 所以呢就彻底地放下 彻底地过去 我要去吃我的七夕情人节大餐了 你们也快去吃吧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别瞧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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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今天下午 陈老被警察带走了 什么 让警察给带走了 能不能说清楚点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就突然就来了一大半警察 还有一大王检察院的人 我一看是这情况 我马上就走了呀 我连手机我都忘了拿了 那你没找人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找了 问了 说是跟陈副市长那件事有关 谢天谢地 如果是这件事还好 老家伙做事手脚干净 应该不用担心什么的 对了 你手上那个战板 干净处理掉 我已经烧了 夫人 可是我 就一直想不明白 这件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啊 他陈副市长要交代早就交代了 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谁捅出来的 老家伙总有办法躲过去的 是 夫人 可是 又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事呢 万一陈老在里边扛不住了 把其他事全供出来了 我 我害怕的是 把您和郭家都牵连进来啊 老家伙是聪明人 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 应该不会胡说八道的 应该不会这样 我的夫人哪 您可别忘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李腾飞啊 之前陈老 好几次都偷偷跟他见过面了 您说 有没有可能是 陈老故意设的套 想把郭家一块儿拉下水 然后 然后把家业全都传给李腾飞 行了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玉兰集团绝对不可能落在一个 不信郭的人的手里 你给我听好了 你现在立马去找李腾飞 把他做了 你给我听好了 你现在马上去找两车 然后 守在他家门口 不管他是出门还是进门 只要看到他 就装上去 然后假装是运气 正是逃逸的车祸 万一他要不是一个人哪 不是一个人更好 装死的人越多 被当做的意外可能性 就装上去做吧 王宗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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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 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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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打开 是 真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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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 快 快 快打电铃 快 快 刘云 你好 喂 喂 一二零二 让我去处理几车祸 弟弟 住这花园什么东西 手机里面 有证据 请你相信我 我就怎么 要骗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不能停住 宏远 别说 你 你爱 爱我吗 我相信你 不 你 你 没有 杨菲 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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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飞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我不来的话 还要谁会来啊 如果不是那个愚蠢的女人 自作主张 就凭你们手里的那封信 根本就奈何不了我 我是属于 可并不是输在你们手里 我这是命 人是斗不过命的 我认了 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你自己的选招 和命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年轻人 不要得意得太早 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你是没有尝到名利的滋味而已 早晚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吧 对你来说 名利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有了我的那一天 当那一天 即使你拥有了全天下的财富 但是你已经老得 看不清一万卡上的数字 抬不起付钱的时候 甚至已经忘记钱是用来干什么的 到那一天 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 你妈妈 她怎么样了 刚刚做完手术 很成功 医生说只要好好休养 就会好起来 就会好 我把你拖着 对了 这张照片 是我妈让我带给你的 可能你都忘了你原来的样子 但是我妈还记得 不费 不管怎样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来到这个时间 儿子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会有话说 儿子 儿子 想说的都说了 该说的已经全部都说了 不该说的我永远不会对他说 真的想到陈护生 郭美英 叶植秋和小贾 居然都是被菲菲的手机送进了监狱 就连林股轩和鲍德贵 也因为陈护生弱羽下的自首 更没想到的是 菲菲竟然用死来保护周妍 我之前对菲菲还有成年 直到她把周妍撞开那一刻 我才知道她是真的忘不了周妍 她是真正的 人心中的真善美有时候 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哪怕是在致晕致暗的角落里 也能生长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紧张 行了 你也别感慨了 有点时间 好好想想怎么解开萧宇的心结吧 行 我喜欢你 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没有 我怎么觉得 萧宇这心结比你想得更加坚固呢 别着急啊你 我马上就要发起总工了 等过几天你就调好了 好 别着急啊 柔云 思沙 这么多玫瑰 大鱼送的吧 还能有谁啊 你这大白天的 刚把帘子都拉上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这大鱼也太浪漫了吧 我好羡慕你啊 就是我家那个花岗岩脑袋 有这大鱼这份戏能这么哄我就好了 怎么了你 还在生他的气啊 都跟你解释过了吗 大鱼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那个陈护神老健俱华 他专门派人盯着你和你爸 我知道 他都跟我说了一百八十遍啊 你都知道你还生他的气 其实我早就不生他的气了 那你干嘛躲着他不搭理他的 你别跟我说你不喜欢他 我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你还没准备好 你都准备多久了你 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他 该怎么面对你就怎么面对呗 你这相处着 谈恋爱你确立关系 谁不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那然后呢 我们确立了关系 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 就算有一天我们结婚了 谁能保证 他不会变成我爸当初那样呢 连公司这么重要的事 他都能瞒着我 我就在想他到底 相不相信我呀 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重要啊 你说连眼下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确定 我怎么能确定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呢 两个人在一起 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谈不上 还谈什么爱呀 谈什么相濡以沫呀 自杀 这些日子 他想了好多办法 利用了各种媒体资源 他把用在推广和营销的手段 都用来追我 也许你会觉得说 好浪漫呀 可我一点都不这么觉得 我反而觉得有一点 害怕 和不安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把我们俩的感情 也当成一场圣战 他想了 若宇 我是真的觉得 使你想太多了 紫生 我跟你的经历不一样 有些伤疤我可以不去想 我可以不去看 可他就在那儿 他一辈子都抹不掉 也许有一天他就会跳出来 提醒我他的痛 可我最害怕的就是 那个提醒我的人 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若宇 你真的是顾虑太多了 你要是能有人家大鱼 一半的勇气就好了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可是听杨子说 大鱼戒指都买好了 准备过几天就跟你求婚了 走完熟悉的街 走出当初和你相遇的季节 和曾经离别 多伤无非 对不起啊 不在房间抹写往日的情节 以为就忘却 可哪里都有你的世界 可思念是个漫长的季节 看得出来 余光越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 对了 别忘了戴军卡 人都不在了 没有他干嘛 你这样一个完美的人 我就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 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头 我看着你就像是 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也可以怎样的心 我也不知道你会在脑子里打什么样的算法 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隐藏着 你让他能过去 过不去的过去 每一次呼吸 心跳被你轻轻占据 回忆在心痛的要害 在孤独的门外 再多年后发肆的斑排 再多年后发肆的斑排 被重伤携带 当你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和每一个女孩子一样 我非常渴望被爱 渴望被追求 感谢老天让我遇到你 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每一次相遇 每一场共同经历的风雨 每一刻的甜蜜 和每一刹那的心动 断上无定吹风 不在房间抹些往日的情节 以为旧忘却 可哪里都不一心切 我喜欢你 可我却不敢接受你 我害怕你 就舍不得离开你 闭上双眼黑暗灯灰 晓鱼 晓鱼 每当我看到你 为了我绞尽脑汁 疲惫不堪时 我心中更多的是对你的愧疑 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不够勇敢 是我还不够自信 也许暂时离开 是我最好的选择 也许只有时间和距离才能够让我重新鼓起勇气 对不起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爱你的 晓鱼 这就是他们的爱情经历 就这些 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吧 但也是历经坎坷 不过最终也算有情人终成见数 来了 来了 来 干姑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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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是吗 谢谢 谢谢 大 elle说啊 大她说啊 这天照顾不中啊 来 周妍 你小子可真能脱啊 这意图脱了两年多 为了今天这顿酒 我跟你说 不喝趴也不许走 哎哎哎哎 行了行了 杨子 我跟你说啊 人家周园出去继续休息了 哪像你整天吃喝玩乐的 我吃喝玩乐 住过这一块的 那也是职业 是不是冷啊 对 人家杨子现在可是 美食直播界的大卡 那粉丝可为我当时多多了 要不是人家高佩妇 把所有的精力 放到二手书平台上 还轮得上你 这是 哎 我听说你那个平台 已经在国外开展了 哎 嗨 我那个小娃小闹 哪比上咱们李总啊 那可把创想技的模式 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 还有咱们余总 维欧公司 那可是虚拟办公室行业的 领头羊 必须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呢 也是在护身股市敲我钟的人 也算不愧对仙人了 话重点啊 你就别臭眉了 要不是朋友哥哥 和腾飞哥哥挺不出主意 现在你还不知道 在哪敲饭碗呢 嘿 你个小丫头骗子 来来来 来我来 来来 来来来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来来来 祝福啊 祝福啊 谢谢 谢谢 开心啊 开心啊 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不是 周燕没跟你说吗 责事不是壮事啊 就着今天这个场合 就着这个氛围 就着这个灯光 一会儿我们俩把事给办了 最主要是省钱 梁欣维 你又皮痒了是不是 别别别别别别别 改我点面子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俩别闹了 来 我们庆祝主角 好不好 来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你们 祝福啊 祝福啊 谢谢 谢谢 这要小语在就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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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我们还有好几桌没净呢 我们先过去吧 那个 我们先过去 你们多吃点 快去照顾别人 是啊 快去吧 我们来过来啊 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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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点 我去吧 洪月哥哥 一直还没有 肉鱼姐姐的消息吗 坦诚 吃不言 睡不渝 多吃点 我听子珊说 小语之前陪她爸 打过几次电话 但是连她爸 都不知道她去哪了 吃东西啊 吃东西啊 这么好吃的 不吃的话就浪费了啊 好饿 有什么用 怎样过去 我不记得过去 明知道梦 明知道梦已碎了现实 还要再继续 可不想你回头 想你更痛 回忆更痛 要何须而从 我只能否划 怎样 我只能过去 你不是想你啊 不想你回头 我只能过去 我只能过去 被众生携带 小语 你到底在哪儿 难道真要等到两冰斑白了 才向前吗 雨总 总算是见到您了 平时总在电视上看到您 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 对不起 一会儿太激动了 我是京华大学的毕业生 您的亲师弟 找我有事吗 您看看 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 直说吧 我们这个项目 您打算投多少钱 我什么时候收工 要给你们投钱了 我向您保证 只要您看了我们这个项目 就一定会给我们投钱的 你没做梦吗 是不是做梦 您看一眼就知道了 就这个啊 十年前我们就达到这样的水平了 好 您别着急呀 还有更刺激的 您瞧好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 一二三四就四个那几个人呀 还有我们两个 光一会在脑海中收回 一切被掌握下 你真打算过来帮我吗 怎么 不欢迎我啊 当然欢迎了 兄弟齐心 未来都是我们的 好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 小帅哥 写字楼之花 到我这儿是大妈之友 凭什么呀 吃饭了 吃饭了 你吃饭比谁都积极啊 你吃饭比谁都积极啊 你就是这么多好吃的 过年了 没有想会是 你吃饭的食物要几个两次 等我说一下 你吃饭了 不说啊 你俩啥关系啊 我喜欢她 我爱她 我宠她 我尊重她 我包容她 我理解她 我想保护她 我理解她 我想保护她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真 有谁爱在守候 青春漫过的沙丘 都变成了绿洲 在一场清淡的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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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 特别特别想你 特别特别想你 我也想你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你吃谁 你吃谁 哭着笑着青春一剑腿 可错得对的经过就可贵 还没来起匆匆 将当初的种种告别啊 你们在搞什么呢 千人不由衷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那片天空 那是多大的梦 都吹风散彩虹 至今最好的重逢 看边沧桑眼中 还藏着少年的懵懂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真 有谁爱在守候 你青春漫过的沙丘 都变成了绿洲 在一场清淡的雨后 是岁月赠予的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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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约记着青春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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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